一样都是国共内战 国军其实在东北地区打的一度还可以 长春围城就坚守了大概150多天 特别是四平街最多重要的战略城市 仿佛与共军争夺了大概四次之多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主级是辽宁四平街的老兵 他说他自己就经历了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最先是在中央军被俘虏以后 就变成了这个东北民主联军 也就是共军 大家就一起围攻四平街 然后在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的时候 他既打中央军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阵地就开机枪 扫射从北满港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从四平街开始谈起 了解一下四平的失守 造成了东北国军的整体失败 还有东北的失败 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大局势 等一下我想确定一下 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就是说你在台湾访问的这位老兵 然后他经历了四平街的四次战役 当中代表国军出战过 也代表解放军打过仗 他的人生经历也太峰回路转 太有故事性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个戏剧性 其实我们就从这个老兵的故事开始简单说起好了 这位老伯伯说他是在抗战胜利以后 那时候国民政府就到接受东北 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中央军来了以后就开始征兵 征兵征不到就开始抓兵 他因为长得比较高大 就被抓了 然后不准他们回家 可是家人可以来部队里面探视 他后来被编入了国军第60军 这支军队是来自以大西南的滇军 都是云南人 是杂牌军 所以专备还有作战能力不怎么样 因此他在第二次四平街战役的时候 就被俘虏了 这位老伯伯说 四平街第二次战役 是国共在东北地区的第一次的主力会上 打得非常的激烈 两边都死了非常多的人 他还没有被俘虏之前 亲眼看到了出动推土机 把那种成队的尸体推入坑里 上面再埋一层土 看到这种情形 他说那时候腿都软了 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 正常人看到都会怕得不得了 怕自己变下一个 所以他说还有其他的弟兄 就很激动的大喊说 对大家说看到了没有 我们明天死了以后 也就是这样买的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怎么样 回到部队里面也不敢讲 不能讲 因为讲来会被骂说 动摇军心 的确我觉得那个画面 真的非常的震撼 回到这个老兵 老兵他第一次四平街战役 是代表国军吗 二三四是代表解放军 中间是怎么变成这个转换 老伯伯说 他是被抓兵当的中央军 他被俘虏以后变成共军 那第二次的时候才被俘虏 那个时候是叫东北民主联军 统帅就是林彪 在部队里面 大家就被教育说 有美式专备的这个心意军 并不可怕 那个时候还编了一首歌 他到现在还会唱两句 也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 打仗要打心意军 很显然的 林彪的军队就是以孙力人的心意军 为主要的对手 到了1947年的3月 林彪发动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也从北满调联兵过来 因为北满更任 也就是松花江以北 这些从松花江以北的部队来了以后 他们穿的衣服 跟南满的解放军的东西大衣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在黑暗中 他们本来都是在围攻国军的阵地 突然间看到有部队过来 以为是中央军的部队 因为看的衣服不一样 所以就用重机枪手势 这个增援的部队也反击 打了一阵子 两边都觉得有点不对 所以就有人吹号角 互相联系 才确定说打错 打到自己人 这一段故事 我其实是没有看过有人讲过 不过这位老兵 还能讲出参加国共大战老约领 什么一道疆二道疆 一直到七道疆八道疆等等 这种在台湾不会有人去提起的地名 绝对不是普通人 随便能够掰得出来的 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百分百 他大概一定有打过 等于像老谭提到 就是说解放军在第四次的 四平街战役当中 一度是自己人打成一团 因为服装上没办法辨认 对 不过那个应该是 短暂的 对 而且是小乌龙 但我很好奇的是说 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 可以让国共在这里要反复争夺 四次这么多 属于南满地区的四平街 它是位在沈阳 还有长春的中间 有中长铁路 好几条铁路这样通过 算是东北的复兴的重要战略地位 我们看它四平街的名称 所以它基本上四面都是平地 附近有一个比较海拔 比较高的地方 就叫塔子山 也不过就是四百米高 就已经算是四平街的制高点 那那个时候呢 四平街的人口大概是17万 从1946年3月到1948年的3月 整整两年 国共双方就在这座小城市 先入投入的大概94万 也就是算近百万的大军 在这个地方仿佛的争夺 总共打了四次之多 那我们先讲一下中共这边好了 抗战一胜利呢 共军就立刻出关 短短几个月 它其实就实力的 那个实力就成长得非常的快 可是还不够强 所以就尽量的与美式装备的 这个国军 这个避免正面的冲突 如果有 也就是小规模的伏击 例如林彪那个时候 还在还没有跟孙力人交手之前 在1946年的2月 他曾经在一个叫秀水盒子的小镇 自己亲自指挥了大概七个团 其中四个团就攻击 那三个团是组员 就歼灭了国军一个冒进 也就是自己单兵前进的一个 全美线的部队 一个营 总共缴获了大小炮 大概50多门 还有其他的什么电台等等 所以到了民国35年初 也就是1946年初 林彪已经拥有大概30万的大部队 虽然有一些是原来属于满洲国的这个卫军 可是已经逐渐的有能力跟国军一搏 所以发生在四平街的第一次战斗 是解放军发动的 是 第一次四平街战役是发生在1946年的3月 我们知道在抗战胜利之前呢 苏联看日本已经不行了 所以赶在1945年的8月9日 就出兵中国的东北 全面对日本宣战 那一直到了1946年3月13日 苏联军队他才从四平撤出 不过在苏联还没有撤军 撤军之前呢 国民政府就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陆续的派接收大员到东北 那另外也从各地调那个军队 大概20多万人 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军的 这个孙力人的新一军 另外还有廖耀香的新六军 刘豫章的52军 陈明仁的71军 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位勃勃的滇军 也就是第60军 那3月17日 中共就利用苏联军队撤出的 这个真空阶段 就调集了1万多人攻克了这个四平 那击毙了首军大概500人 俘获了这个国民政府的辽北省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辽北省的 省主席刘汉东 那按照中共的说法 这个就是一战四平 这场战役应该规模不大吧 因为时间蛮短的 对应该算是小事身手 那二战四平就变成是 国军想要搬回一城 对 非常的惨烈 3月18日 共军就近战了四平 那中共中央就改变了战略 决定要林彪死守四平 寸土必争 保泽东还说要把四平街 变成东方马德里 于是那个林彪就调动了 东北民主联军大概十多万人 其中共军有七个重队 两个日本原有的朝鲜军 一个新组成的日本的重机枪师 一个日本384的炮兵大队 然后他们就抓紧时间 加强攻势准备要坚守 那国军方面呢 其实就从1946年3月18日开始 就由杜玉明指挥 就分兵散路向四平推进 到了14月18日 新一军第三十师就开始发起了正面的攻击 国军就连续攻城了九天 九攻不下 那就在27日就停止了进攻 那就一直拖到了5月15日 又开始了更激烈的战斗 那时候国军就集中了十个师 到四平街的外围 从16日到17日 国军就使用了坦克冲锋的大炮攻击 还有飞机轰炸 终于打到了塔子山阵地 那个时候呢 林彪就下定守城部队 在18日全部就撤离 因此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街战役 第二次战役就宣告结束 照老谭刚刚讲的 头两次的四平街战役 第一次的时间段 第二次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还打打停地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换 最主要的就是 负责主攻的新一军呢 他打不下来 他是从广州南方调上来 调到东北 那个时候东北天寒地冻 所以士气低落 那蒋介石其人 那个时候就把在欧洲 国外考察的这个孙力人 请其的这个把他叫回来 让他重新带领新一军 那孙力人其实也真的是很厉害 他5月15日到了四平 听起了作战报告后 马上就集合这个各师的师长 这个谈话 然后就制定作战计划 下定四天之内要打下四平街 马上的就从这个5月16日开始 新一军的新五是师 新三是师 新三是八师 分别就从正面侧面迂回 到共军的这个后面后方 一起这个 从不同的范围 一起展开攻击 就三天就打下四平 不过呢 根据白崇熙的儿子 也就是民作家白先勇 他所写的这个父亲以民国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他说因为这是东北的第一次的主力会战 对于东北的德思还有整体列战的关系非常的重大 所以呢 蒋介石那个时候在 就判这个白崇熙 在5月17日飞到了东北去督战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顺利人赶到东北四平街 除了新一军 这个重新发动攻势以外 在四平街的外围 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塔子山 就是城外的制高点 其实最惨烈的地方是发生在塔子山 那因为那边防守的这个东北民主联军呢 照共军的说法是 作战非常的英勇 人几乎都拼关了 还打死不退 甚至于没有弹药 就丢石头 当武器 所以那时候国军在这边出动的飞机 炸射之外呢 还有料药箱的新六军 用600多辆的汽车 坦克 还有火炮 一起进行 所以打了非常的长 那国共在东北的首次的主力会上结束以后呢 四平街的建筑物几乎都大部分都化为废墟 建筑物的这个门窗 如果没有毁的或毁的 反正都被拆下来做燃料 逃难回来的难民的这个市民呢 几乎都是基民 没有犯词 当时的中央日报 还为了这个四平街的收复 发表了一篇社论 标题叫做 国军收复四平街 那内容里面有特别提到 他说 共产党的国际重队 与纯粹的共产党军 损失颇大 失败盛长 自主以证明共产军的战斗力 并不怎么坚强 所以从社论来讲 他说共产军的战斗力 不怎么坚强 但是四平街 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四次的交锋 那解放军后来又怎么打回来 终究还是打回来的 是的 林彪退兵以后 按照国军这边的说法 就是东北民主联军 是非常的难被 乱作一团 因为整个联军的组成 其实是很复杂的 又有日本 又有朝鲜 还有卫军 所以特别是原来属于 满洲国的卫军 他们的成分很差 所以就整批的脱离 整个军队就这样子就离开了 那一路上 新一军 还有新六军 就一路的颈椎不舍 逼得林彪一渡 准备要化整为定 要到中苏边军去打游击 那顺利人的新一军 就一路北追 追到了松花江 本来是要过江 可是美国这个时候就出面协调 调停 蒋介石就在马歇尔的调停计划下 下令停止了进攻 所以就停住了 那不过呢 新一军的新五十十一四九团 仍然跨过了松花江 在那个陶奈昭这个地方呢 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留下了三百人驻守 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小地方呢 因为他们多次打退了这个解放军 而且这里离长春有一百二十公里之远 那到了最重要的是 到了一九十八年的十月十一月 景州 长春 沈阳 全部都陷落 这里还飘扬着 东北最后一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算是非常悲传的这个故军 那简单的来说 四平街第二次战役结束 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呢 就撤到了松花江以北 那到了一九四六年秋天 到还有春天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 这段时间呢 他们就开始进行土改 发展军队 所以就有比较稳固的 这个根据地 所以人数反而又成长 而且还到了这个四十万人 在北满取得了所谓的三下加南 在南满取得了四宝林加 这些所谓的胜利 迫使东北的国军 就有这个战略的进攻 转为战略的环育 OK 刚很关键一点 就是外部因素又出现了 然后所以第二次的四平街战役 打打鼎鼎 那后面两次的四平街战役当中 国共的两大猛将 还有交手吗 孙力人在东北战场 跟林彪较劲呢 他们其实就交手 就是第二次四平街战役 那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林江战役 也就是中共所说的四宝林江 至于第三次四平街战役 孙力人虽然那时候还在东北 可是因为他跟杜玉民处不好 所以被冰冻起来 没有实际的参与 那我们先讲一下 第二次到第三次之间 短短十一个月 国军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孙力人这边 他与他的上级长官 就是杜玉民将帅师和 孙力人认为杜玉民 只有照顾自己的嫡系部队 也就是明明是新一军 独立攻下四平街 结果发布的讯息是 廖耀乡的新六军立了大功 然后呢 进长春的功劳 他孙力人认为杜玉民 把他做给新六军 可是呢 在杜玉民这边 他其实认为说 孙力人非常的自傲 这个不好指挥 甚至还故意不相救 差点让他在农安置役 被共军给俘虏 因为林彪在第二次四平 接战役后 这个带领大军就北退 这个孙力人那个时候 也自愿的请英 说要率领新一军 渡过松花江 直取哈尔滨 那结果也遭到杜玉民的拒绝 阻止 理由是后方空虚 因为一旦这个北进的话 部队孤悬在外 很容易被共军给辞掉或吸住 那就会使这个南满变得危险 不管怎么样 由于孙力人跟杜玉民之间的关系 也越差 所以到了1947年4月的时候 就被调一个闲差位 这个没有事做 那同年7月的蒋介石 就把孙力人调离东北 在南京成立的陆军训练司令部 负责训练新军 这个消息一传到哈尔滨以后 据说毛泽东 其实在庆祝会上曾经讲过 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玉民赶走了 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 那在孙力人这边呢 他随后就在11月 来到台湾训练新军 他去台湾之前呢 就从新一军里面挑了400名左右的 这个种子教官到了台湾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第四军官训练班 也就是台湾黄埔这个 台湾黄埔的这个摇篮 至于没有孙力人参与的四平街第三次 第三次战役呢 打起来就非常的危险 所以是差点就丢掉了 对 还是差点就拿回来 差点就丢掉 1947年5月24日 这个林彪的民主联军 就开始对四平街发动的攻击 那时候国军的反手主力 主要是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 他组织了那个督战队 对于擅自撤退的官兵 就直接开枪隔壁 所以就跟共军呢 就逐街逐屋逐墙的仿佛争夺 虽然说这个陈明仁后来投共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 就是说他在四平街 这一次的战役里面 打得还算是很勇敢 第七十一军是很能打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 其实就是到了6月26日 国军打到最后呢 只剩下一片大概长 这个2000公尺 宽1000公尺的最后一片阵地 眼看就要死守 那这个守将陈明仁呢 这个就拖下了军府 一度准备要自杀 那在最紧急的时刻呢 后来国军就大胆的 这个决定说 使用一种威力非常强大的 新式炸药 这个就预先埋放在一片 那个阵地里面 然后就准备说 看看共军会不会进去 那如果进去就要引爆 那果真呢 这个大批的共军在 那个阻力呢 就在27日进入 准备做最后的攻击 没想到就是顿时的 这个硝烟从天 这个强倒误会 那整个就是一片的人间炼狱 这个共军死山几场 那顿时就失去了 这个进攻的能力 这也是很极端的一个手段 其实 到了28日呢 国军的东北保安司令部 调集的9个师人 也到了那个四平的附近 准备展开决战 那看到这种情形 林彪就在29日 这下令撤退 四平的直立射的攻坚战呢 就宣告结束 战后中央日报的东北记者 陈家记 进入了四平间 他说他在车站前 看到的那个燃烧的那个大豆 数十万吨 这个还在燃烧 白烟冲天 那他搭乘的吉普车呢 一路上就只有看到那个 死尸变畜 这个遍地 那有的时候还得死 这个开过这个 压过这个 稀烂的尸体 那砖瓦尘土下的尸体呢 因为腐烂 所以显现出一条一条 的这个 这个尸痕的痕迹 那这个是他来台湾以后呢 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白山黑水的悲歌 在里面所提到 他当时的所见所闻 那陈佳契的这本书里面还提到 第三次四平阶战役 平民史上尤其之多 主要是因为成民人禁止老百姓离去 因为说你们平常只知道降服 这个现在要打仗了 就要军人来看责任 所以通通不准走 结果就可想而知 打到这种地步 那所以这个留在城里面的平民 这个史上也是非常的惨重 那这场战役呢 国军虽然守住了四平 成民人对外还宣称说 歼灭了林彪三个重队七万人 可是实际上的整体而言 其实是失地千里 丢了大概数十座的城市 所以后来其实大家在检讨 这个这次的第三次四平阶战役 认为说名为胜利 其实是失败的 因为东北民主联军 已经赚大到可以战略防攻 完全掌握了东北主战场的 这个攻势 感觉整个局势发展到这里 蒋介石对于 你我说拿下 或是保住四平街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第一个 大家公认的猛将不在 然后再来就像老谭提到 其实对手的军容 真的越来越壮盛 1947年12月 东北民主联军又发起了更强大的攻势 那个时候林彪决定趁冰雪还没有融化 道路还可以通行 还可以有利益大兵团的行动 所以就再次发动了冬季攻势 那国军这方面呢 在东北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兵力可以调动 所以那时候四平的守军呢 包括这个战斗力不怎么样的这个地方民团 大概就只有19000人 差太多了 对 到了1948年的3月4日 东北民主联军改名叫做东北人民解放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称解放军 这个解放军呢 就对四平周边开始发动攻击 在这次战役里面呢 虽然说国军是处于非常的劣势 可是还是有很勇敢的这个国军 做很坚决的抵抗 像那个时候报纸还登的说 我这个守军呢 有一名牌长率领弟兄冲杀 扶迫了一名解放军的连长 那另外还击毙了这个300多名 这个敌人 那不过呢 整个的局势其实是无法扭转的 所以到了3月12日 解放军发动总攻 到了13日就全部结束 也宣告四平街的悲剧 正式的落幕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那位老兵 讲的他当解放军却打解放军 就是发生了这个时候 没有错 不过虽然有这些局部性的小插曲 或小乌龙 这个战场上总是难免的 可是都没有影响到整个战局 那四平街的这个四次战役结束了 接着就整个局势就完全不可逆 像后来的辽西会上 也就是辽省战役 国军就几乎是作困酬成 最后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城市 就这样子投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四平街战役结束整整六个月 在1948年的10月14日 解放军就集中了这个九百多门的火炮 对锦州做最后的总攻 锦州一线落 堵死了国军这个回到关内的唯一通道 然后那个时候驻守在长春的国军第六十军 也就是那位老伯伯被编入的第六十军 军长是郑哲生 他看到大势已去 就在10月19日倒戈 一同驻守在长春的新七军 就被迫跟着投降 那才结束了这150多天围城的这个悲剧 我想很多人会很好奇的一点是说 为什么东北会这么重要 东北其实是中国那个时候最重要的重工业 还有军火兵工基地 谁控制谁就有增天下的实力 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些全部都是 日本在占领的时候所建设的 其实在民国初年 军阀占座林 他统领东北的时候 军火工业就搞得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已经有自己的飞机厂可以造飞机 还有兵工厂可以生产火炮 少赛战学长在其他军阀在作战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就是用自家生产的火炮 这个轰击对手 打得很爽快 那蒋介石那时候的国民革命军 欠缺这个炮兵 这个战学长那时候也很好气的 送他炮兵营还是炮兵团的样子 到了918事变 除了大批的军火还有兵工厂被日本这个辱货之外 凤系东北空军的260架飞机 也全部被日军给缴获 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吗 你想想看 无从比较 卢国桥事变后 国民政府下令把全国的飞机还有飞行员 通通都化归到中央航空委员会 也就是再加上国外买的飞机 就是这个建立了所谓的这个中央直属的这个空军 那个时候的中央空军呢 才只有300多架而已 所以有了这个比较 你就知道说东北的实力 这个是有多么的雄厚 真的是富可敌国 对 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掌握了东北 再加上日本本土的实力 日本军阀终究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 同样的 中共在东北取得胜利 除了能把林彪的部队抽雕到关内 另外这个东北生产的这些军火弹药 也能够远远的不绝 不绝的输入到这个淮海或者平津 所以张正龙的雪白血红 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 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 都说国民党没有向江北推进是实算 这个江北就是送发江 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 我想这个国共双方两边 其实都有类似相同的看法 你觉得因为从前面的故事来讲 东北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军火库 夺下来基本上我的武力 至少有很大的优势 东北会丢因素真的是太多了 这真的可以说上好几集 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的说 不过我们既然一开始提到了 新帝国四次四平街战役的那位老伯伯 所以我们就用最基层的看法来看 东北为什么会丢 这个老伯伯本来是四平街人 被国军抓兵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象征了军民紧张 国军也就是国民政府接受不顺利 而他所属的这个第六四军 战斗力不强 后来六四军派驻在长春 经历了150天的围城 军长曾泽生后来就投共倒戈 那导致新七军 这个也跟着投降 那长春围城就结束 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其实那个时候国军的这个嫡系 跟这个杂牌军之间的这种矛盾 那为什么后来好好的国军 没办法再打 比如说像新一军 号称 顺利人认为说 新一军的一个团可以抵一个吃 为什么这样子的部队没办法打 这个老伯伯他是认为说 南方部队不耐延航 像他参加老爷领大战 解换军都是上巴士步枪 打一发扣一发 国军都是美元装备 枪都是连发的 那这个解换军就强攻死了很多人 可是最后还是打败了这个新一军 新六军 新五军等等 他说因为这些都是南方来的部队 这个戴着手套 气候是非常的寒冷 他说这个手套拔下来 手指头动向 没有办法弯曲 没办法扣板机 所以就被林彪一支一支的 把这个部队就一支一支的被林彪给吃了 那东北就变天 而他后来就随着视野 这个进入了这个上海关 真实的战争不是纸上谈兵 或是像我们坐在镜头前面聊一聊 那么简单 因为就像老谈说 真的有太多外部的因素要考虑 尤其中国那么大 南北这样打真的是 很多不可控的东西 长德保卫战还有衡养保卫战 都发生在湖南 湖南降临成名人 他在国共内战 负责1947年第三次四平街保卫战 他之所以奋力死守 根据他的说法是 他综合了抗战八年的教训 只要是守不住一个地方的降临 通常都会被杀的头 那如果你攻不下一个地方 却没有人受过处分 为了活命 所以他来奋力的死守 结果意外的得青天白日巡渣 然后更重要的是 又很戏剧性的立刻被截止 从成名人的三温暖的经历 又可以对照出余城万 还有凡仙杰的遭遇 更可以看得出国军 那个时候普遍的现象 那讲到第三次四平街回战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的 是有一位71军 87师 261团的三师牌妇 他才23岁 他的名字是廖军 他带了一个加强牌 挡住了林彪 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团 他的据点四度的被攻破 然后他们竟然四次应推出去 整个加强牌 包括廖军在内 最后只剩下四个人 他也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因为太过传奇 据说林彪后来下令 如果再遇到廖军 要抓活的 要看看这个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 这个那个三国时候 曹操站在高刚上 然后看到赵子龙横冲直撞 下令要活着 可能想要纳入麾下吧 我不知道 但做新闻 我们其实通常都会先报道 没有听过的 因为是新的东西 上市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这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 第三次四平街战役的攻城战 是从1947年6月11日开始 反守的主力是 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 6月20日这一天 陈明仁的弟弟 陈明信团长在这一天被抚 陈明仁在日记里面写说 他与弟弟通了最后一次的电话 有泪不敢流出来 怕影响士气 到了6月21日 四平街陆溪地区 铁路以西 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个地点丢了 铁路以东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路东或道东 这个守城站 从三天早上七点开始 大概整天落淡 大概一万发以上 陈明仁在日记里面写说 非以为我军已溃 可以立刻地打下道东 也就是路东 这个时候 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的师长 熊心明 他发现了火车站东南附近 有一个叫做 傅胜泉烧锅的据点 做白酒的一个工作坊 他的位置十分地重要 却没有人反手 因为这里刚好是位于八十七师 还有五十四师 帆区的中间 左翼跟五十四师 反手的天竹塔接了 右翼是天桥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那廖军因为过去作战很英勇 于是被指派带一个加强牌去反手 临行之前 熊心明他还特别的亲自接舰 而且给他们配备了两艇的重机枪 这感觉是做好 见不到他们的准备了 有风潇潇吸溢水寒 壮士一去吸不复版 廖军除了勇敢之外 他还有头脑 他一到之后 立刻加强正面的火力 众生的设置之外 还把两个人编为一组 就在配合侧翼 来牵制 如果说有民主联军通过的话 可以打击 另外他还准备了大量的环动 到了6月26日 就在天主坛开始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 这个时候东北民主联军6众18师54团 开始进锅烧锅这个据点 从那一天开始 廖军他率领的这个加强牌 总共打退了4次的攻击 你确定廖军是带领一个牌 打退一个团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上也有提到 战争是有内宣跟外宣 所以会有灌水会有序报 这件事的可信度高吗 这应该不会有假 因为国共两边的书刊 讲到四平街战役 其实描述都差不多 要比四平街更激烈的地方 也真的很少 讲到四平街四次战役 又以第三次 也就是成名人反手的这次为最激烈 雄心明在他的回忆文里面写到说 他87师的帆区 又属锅烧的四进四出最为惨烈 负责主攻这个据点是 我们刚刚提到 直巴师的54团 6月30日那一天 他们在第四次撤出之后 林彪退兵了 廖军带领的这个加强牌 也只剩下四个人 除了廖军之外 还有一位班长 一位勤务兵 另外战斗兵 一位 87师的师长雄心明 他说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 可是视察团很快来到视频街 他在报告里面就提到了廖军的守备 然后视察团一听如获自保 于是去那里看了一下 又把廖军找去问 整个了解情况以后就晚上报 蒋介石就帮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给廖军 这样听下来廖军真的是有勇有谋 他为什么可以顶住一个团四次的攻击 简单归纳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一定要够勇敢 这是绝对是首要条件 第二个 护胜泉烧锅这个据点 前面的街道非常的狭窄 只有三公尺左右 两挺重机枪交叉 就可以去应付对手的攻击 另外负责主攻的18师54团 他们在没有任何的侦察情况下 就以连为单位 贸然的开始发动进攻 这也给廖军带来的机会 你说他没有侦察就打了 这不太像当时解放军的风格 最主要是想要求快立功 因为那个时候四平街真的是危急万分 任何人都认为林彪一定可以打得下来 陈明仁日记在6月23日他写下来 他说今天是端午节 发了电报跟棋子表示永绝 过了三天情势更危急 陈明仁在6月26日 他把将军府给拖了 准备遗嘱 随时准备要训国 因为他说局势却以不可为 由于整个局面是对林彪有利 而且援军也刚出发不久 一些没有真正打过像这样的民主联军 就难免会出现轻敌的心态 他们根本没想到说真正死三惨重 是在道东也就是路东 那当然50社团的打法也有问题 好像只会硬冲猛冲 一样是六重十七师的其他团 那大部分在打像这样的时候 是欲墙偷动欲污炸墙逐步推进 不太像54团的这种打法 那除了他们有点轻敌之外 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第三个就是廖军在他的阵地前面 撒满了环豆也就是大豆 民主联军在首次攻击的时候 挂在天桥附近的两袋环豆 就突然间打开 满满的环豆就这样子沿着 柏油马路这样滚下来 攻击部队踩到了以后 纷纷跌倒 那这个时候碉堡里面的机枪火蛇 就喷出来 场面是非常的惨不忍睹 那这个环豆的功效呢 是87师一个牌长 就无意间发现了 只要把大豆撒在柏油路上面 比做什么任何的障碍物 还有防御公司都还要好 刚开始的时候 熊心明他说不太相信 后来团长要他去实地看一看 那他一看 任何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铺满大豆的马路上 走不到三步路就纷纷跌倒 而且还爬也不太好爬起来 他立刻就全面的推广 只要是据点前面有柏油路的 鱼粒都要铺上 刚这段我想到一个很老牌的 好莱坞电影叫小鬼当家 他也用弹珠让人跌倒 不过那个是电影场景 在战场上用黄豆这一招 我是真的比较 我是无法自信 我以为你要说傻多成别 廖军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 顶住了四天的攻击 因为那个时候打得太惨跌 也没有人靠近 有一种说法是 他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 枪声稍微吸疏了 已经受伤的廖军 他走出碉堡想要取水 外面坦了几十具敌人的尸体 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到说 还有民主联军丢弃的一些机枪 火焰喷射器等等 他又把他拖回碉堡 之后民主联军有一个牌 退却的时候 又通过这个地方 又被廖军这样子一阵扫射 死三残重 像藍波那样吗 对 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电影藍波 所以剧情应该不是潮汐的燃波 廖军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的确是非常的不简单 后来林彪下定说要活作 就要看看廖军到底是何番甚甚 结果廖军他在辽省战役逃脱 先到海南再到台湾 他后来进入21期陆军官校 在1969年做到中校就退役 住在新竹关西 靠养机为生 他因为非常的低调 也几乎不太对外讲过去的这些事迹 领了青天白日勋章 但是只到中校退役 怎么没有一路升上去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因为他当年从东北 一路辗转来台 当发的证书遗失了 因为他是退役之后 到了1973年才获得补发 不过在1992年他过世的时候 据说至少有40多位的将领 各自送来晚领 他很低调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时间其实也有一段久了 他还有其他故事吗 他在台湾游玩来的 大概就主要是71军 80-80的师长彭二 还有游泳送国旗的杨慧敏 因为我们知道71军的前身 是中央教导团 也就是德谢师 在1937年首四韩仓库的 就是71军80-85-24团 那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800的另一半去哪里 他们后来在南京与花台全部牺牲 所以廖军他的英勇 应该是不输给他的71军的前辈 1947年的6月 四平攻坚战是解放军第一次 对有兼顾设防的中等城市进行攻坚战 那领标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 是以10万的阻力 反复去争夺四平城 最终无功而返 老谈前面提到说 上市廖军获得了青天白日寻章 那军长陈明仁当然也功不可没 他的功劳在哪里 陈明仁是环璞一切 他的个性好强不服输 对我们说一点他的故事 大概就会比较好知道说 他为什么会去守四平界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 除了不服输之外 他还超级命大 子弹怎么打都不会打到他的那种人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的时候 攻打四面环水的惠州 那要攻城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连外的桥梁 所以死三惨重 作为连长的他就冒前过桥 因为大家没饭吃 所以他又冒死 来来回回的为大家送饭 后来团长郑王 在总工的时候 他被临时指派指挥两个营 他说那个时候看到了 只要是凡事前进的人都倒下来 他很着急 手里拿指一面起 带领一个号兵 准备要捶冲锋号 结果一看大家都没有动静 前后左右 死的死 删的删 然后再一看 号兵也震亡 我不知道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假 如果是真的 他的命真的很硬 是 就是天选之人 陈明人单机立断 冒死冲到了城墙边 过了半小时 才有两名士兵来到他的身边 于是他就带着这两个人 自己身上揣着一把国客枪 四枚手榴弹 带头爬梯子 登上了城墙 一阵射击 再加上手榴弹全部都扔出去 竟然把守军给吓跑 他把棋子在城墙上一插 后面的部队就开始靠近 终于占领了费州 之后 蒋介石还有苏联顾问鲍罗铁 在惠州集合所有的部队 由蒋介石亲自发口令 吹三方号向他敬礼 我觉得这一段 真的过程是非常的精彩 跟廖军有得比 陈明人把这一段写在他的自传里面 真的是很值得一看 总之陈明人他是在看战前夕 在1945年6月才接71军的军长 最后从云南一路的海运等等 就是这样来到了东北 不过他的部队一到东北 就被抽调到其他的单位 在吉安阿农安怀德几次的战役里面 跟林彪的部队交锋 大概一年多就已经折损相当多的兵力 所以到了1947年 林彪发动夏季攻势 席检各地 很自负的陈明人 那个时候认为自己平时战无不胜 可是到了东北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个是他在自传里面写的 那杜玉明的这些人呢 也都不太重视他 那现在既然蒋介石要他死守 他是蒋校长的学生 关系比较密切 不能不听从 所以他就决定说 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表现自己的才能 他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说来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前面上集讲到 长得保卫战还有衡养保卫战 提到蒋介石喜欢要人死守 陈明人他在自传里面也说 他根据抗战八年的教训 只要是守不住一个地方的降临 都会被杀了头 但是呢你如果供不下一个地方 却没有人受到处分 他为了要保全性命 不得不遵守 陈明人还讲 他说估计 那个时候的国军部队 守一个地方 如果能坚守下去 还比较有把握一点 如果守到中途要撤退的话 绝对会被击溃或被消灭 一定是死路一条 所以他才死守到底 这个有点冲突 因为他是汉将 但是担心冲突撤退的时候 会被消灭 他在日记里面 也就是1947年5月18日 他写说 历经危险四个字 第二天又写 由公主岭向四平转进 惊骇一场 我们知道 他胆子是真的是有够大的 命也大 对 虽然没有写说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能够让他写说惊骇一场 应该是有把他真的吓到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去对照的话 因为陈明人中了 林彪围点打员的圈套 他帅领部队 巴斯还有九十一 去救白德 也就是公主岭 被林彪的二重 还有一重穿叉分割 陈明人在短短两天损失了一万两千人 他带去的直属榴弹营 有五十多辆的打卡车 载着十二门美国援助的105榴弹炮 因为双方短兵相接 没办法发挥作用 结果全部都被掳获 之后还用来打四瓶 总之 陈明人他最后率领少数的卫队冲出包围 吉辅车吃了好几颗的子弹 他的驾驶兵重大 警卫升完 连车子都翻了 在最危急的时刻 军统出身的杜长城 开车在救驾 因为前面的路 被载满难民的十几辆大车给挡住 有一位马车户不可能滥入 杜长城直接把枪就毙了 吓得其他的人 全部都自动的闪避 陈明人才得以脱身 回到四瓶 我听到现在对陈明人 唯一的心得 就是命真的很硬 子弹只打到身边的人 都不会打到他身上 跟基诺李维一样 好 这是开玩笑的 那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死守 陈明人怎么做 陈明人很清楚国军的特性 所以他下定决心死守 除了要面子 另外他也想把他在看战的时候 他在云南隆林 松山与日军作战 亲身体会到日式的首层数 就是把这一套用在四平街 所以第三次四平街战役的时候 反守的主力是七十一军 这我们前面提到 可是他因为五月的时候损失惨重 他实际上可用的部队只有18000人 另外还有16000人是属于保安团 什么那些比较杂牌部队 陈明人基本的安排就是 87师首入东 88师首入席 其他的这些保安团等等 就看情形调配 另外他还加强了反守 很霸气的把一些四平街 不必要的工厂建筑 全部通通都拆掉 清空设计 另外就是在很多的公司 设置列区等等 这样停下来 他其实也做了蛮充分的准备 虽然有这些安排 可是东北民主联军气势 那个时候也非常的旺 他们挟着三百门的大小火炮 其中包括不久之前 才从陈明人手中 辱获的105游荡炮 从1947年6月12日开始炮击 陈明人临时收编的这些部队 像保安团 他们没有经过战火的淬炼 是不经打的 所以像手机场的保安团 第47团 炮火一来 竟然整个消失 跑到一个人都不见 全炮光 对 你就可以知道说战场上 其实是很可怕 有时候讲归讲 上去才知道 打了才知道 很容易口弦提振子 那陈明人他在日记里面 他写说 阵地就这样子被占据 这些杂涉部队 又不能够威逼过剩 也没办法太过严厉 他的一世英明 大概就要被他们给毁了 到了6月21日 陆西这个地区全部都失线 陆东的繁区也日益的缩小 那个时候 辽北省的省主席刘汉东 跑来建议突围 陈明人立刻警告说 如果再提到要突围 以老乱军心论处 立即枪笔 当然省主席刘汉东 他也只能无奈的走开 老谈前面提到陈明人说 当时只要是国民党的军队 如果能够坚守下去 还比较有把握 那守到途中而要撤退 一定是死路一条 所以这是让他决定 宁愿死也不撤退 对 的确如此 所以这也是四平街战役之后 传出保定军校 也就是保定系的辽北省 省主席刘汉东 跟陈明人不合的来源之一 后来这也成为陈城 他把陈明人换掉的重要原因 陈明人后来下定决心 要坚守四平街 加强的防御的攻势 可是援军还没有到 他的弟弟又被俘虏 形势其实非常的危险 这时候上市的副牌长 廖军坚守的锅烧据点 他用一个牌去顶一个团 陈明人他要怎么去治救 然后怎么撑过来 前面提到 为了救驾 开枪击毙马车夫的渡餐者 在那个时候是一位 非常关键性的人物 他是军统出身 中美合作训练班毕业的 精通爆破技术 他大量的使用炸药 搞爆破 造成没有巷战经验的 东北民主联军 大量的死伤 那个时候 在东北跑新闻的记者 陈家记 在书中里面 他写说 在6月24日 东北民主联军 攻入了那个时候的铁东 也就是陆东旧市区 在火车站 还有天主堂一带 打得难分难解 空军根本没办法去轰炸 到了26日 情况更为危急 守备的范围 那个时候只剩下 长2000公尺 宽1000公尺 陈明人把将军府给拖了 写好遗嘱 随时准备要制裁 这个时候 陆长城劝说 爆破小组手中 已经有爆破力极强的 拉花半发的 一种新式炸药 现在全部都已经布置妥当 只要等民主联军进入 人越多越好 第二天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 进入了这一处 已经布置好的阵地 守军就故意的往后撤 让里面挤满了人 然后杜长城 他就引发了炸药 顿时污秽 强塌 满地的血肉 东北民主联军 也失去了战斗力 后面描述的这一段 引爆炸弹 真的很有画面感 是 视频间那个时候 的确是死人无数 所以陈佳季还说 他们在飞迪 视频界的机场 乘着两辆吉普车 在破碎的城市 找了两个多小时 才找到了 成名人的司令部 车子一路上 还不时压在辅士上 还有很多的辅士 是彻底的烂掉 在路面显现出 一条又一条的人心失衡 你刚刚讲这 我想到我那时候 在做卢安达 大屠杀的专题 然后我去找一些网路画面 然后那时候 就是外国媒体有去看 回到那个现场 他的确就很像这样讲 两边堆满了尸体 对 所以刚刚 这个其实就像前面 老谭也有提到说 当时记者团到了视频街 其实一路都是用 手帕去遮鼻子 对 所以有一种说法说 他们那个时候 中午吃饭的时候 其实记者都吃不下饭 我们拉回来讲 在中午用餐的时候 陈明仁他就一一介绍 守视频街的降临 最后他介绍 这位是督察组的杜昌城 告诉大家说 这次守视频街 他的功劳最大 随后陈明仁就当场 赠送了一把手枪给杜昌城 为什么说杜昌城 他的功劳最大 因为前面听下来 他就是设置一个爆破的阵地 因为杜昌城 他也担任前线督战任务 就是在开打之前 陈明仁下令每一个阵地 一定要分为第一线 还有第二线 严格命令说 所有的部队 你的第一线一定要死守 不准退到第二线 如果退到第二线的话 督战组可以把你开枪给击毙 就是泥跑 就是格杀勿论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上次撤退的官兵 杜昌城都是单场就格杀 在第一线的官兵 也都相当的畏惧督战组 知道说你后撤 你会立刻没命 坚守抵抗的话 也许还有生机 再加上那个时候援军已经出发 大家也都知道说 援军可能会到 所以还能够逐屋抵抗 等到最后援军果然来了 那杜昌城 因为在四平街的保卫帐 立了大功 他从少校队长 破格晋升三级 成为国防部技术总队 少将总队长 他有一番故事 非常的特殊 用特殊会比较好一点 在1949年 国军全面溃败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率领的爆破队 在每个大城市 或者车站大桥等等 他来到台湾 也有跟政治一些关系 之后有机会可以另外的再说 我们之前的节目 有提到交土政策 这个算吗 陈明仁他的弟弟 陈明信他背负之后 他曾经说过 那个时候的四平之战 如果是非不得已要放弃 某一处阵地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这一代 所有的房屋都烧关 或者不准退后任何一步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四平 当然也加上 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击 所以没有一处的房屋是完整的 连树木都化为木炭 所以整个废墟都是血腥 丝臭的味道 所以杜长城当时 不只在四平街而已 其实后续的交土 也都是他负责 那他爆破技术可以算是非常的精通 是没错 另外陈明信他还提到 那个时候民主联军 因为连续不断攻击 即使只有三个五个人 也敢冲入浓密的火碗 逼近坚强的防御攻势 实施爆破 他说这个是他过去所没有看过的 也没有听过的 讲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我就想到说 我不知道他在说这段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 他的哥哥陈明仁早年即使在惠州城下 也曾经善言过 即使只有三个五个 也敢冲锋献证 就是我们说的陈明仁带着两个兵 就敢爬梯子攀登城墙 把陈九明的旧月军吓跑 我们还是大会来讲好了 前面提到那个很英勇的廖军 陈明仁当时跟记者参序的时候有提到吗 廖军是后来在雄心民对视察组报告的时候 才说出来了他才被早去询问 在第一时间战斗结束的第一天 也就是7月云日 陈明仁其实是应该还不知道 郭骚的这个据点是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四平街因为打得很长 在6月30日由于国军的援军逼近 林彪的部队被迫撤离 那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整个四平街 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面积 第71军还有其他的部队 估计事后统计大概整个的3万人数在2万3左右 至于报纸说他们见面了5万的东北民主联军 这应该理论上是比较夸大的 实际可能合理的数字 应该也是在1万5到2万 甚至可能就是1比1点多就是如此 那那个时候报纸还刊登说 陈明仁他从黑暗中的地堡走出来 记者到的时候他走出来 他们看到陈明人满面的扶须 还声音哽咽的说 但28年秋八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激烈的仗 其实从他这段话 28年没有打过这么激烈的仗 就可以知道说四平街战役对象来说 真的是感触很多 因为从死里逃生 但是其实也很人生的转折 就是他后来被撤职 他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随之而来的发展是被撤职 这其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影响有多大 这影响其实是真的非常之大 我们等一下是慢慢来讲 我们先讲说陈明仁他是黄埔一起 他从东征北发开始 其实对蒋介石算是非常的重心 甚至也还敢为了士兵的权益 顶撞蒋介石 像他这么样的致富 而且又有能力的人 最后在1949年的时候会捣讲 一定有一番的心理过程 所以刀火线应该是 他在四平街战役打完以后 被撤职有关 本来林彪在1947年5月 发动夏季公事 是可以拿下四平街 可是遇到了陈明仁平时抵抗 再加上郑动国率领三个军九个师 林彪他才退兵 在四平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 蒋介石给陈明仁发的电报 是写说 深信上帝神灵必定会保佑你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那个时候其实是几乎没什么办法 可是林彪退兵以后 蒋介石知道说 哇这个陈明仁竟然可以打到 林彪公布下来退兵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说陈明仁能够以烈士的兵力 顶住比他强大六七倍的共军 无疑是黄埔降临 再次闪亮的希望之关 我一定要为陈明仁亲自的受讯 这评价非常的高 陈明仁日记在七月九日 他写说他在当天从四平飞晚盛阳 东北巡演主任雄士辉 还有所有的机关团体 全部都到机场去迎接 万人空巷 发车游行 第二天是七月十日 他又简单的写说 农获青天白日的勋章 雍至第185号 此外还有一点很有趣的 陈明仁在去沈阳之前 他在日记里面写说 他已经下定把车站里面 所有的凉豆 也就是大豆 全部都封存 不准变卖任何一例 你怎么突然从 七天白日勋章 又跳到了凉豆 因为最讽刺的是 黄豆帮助了陈明仁 让他得到了七天白日勋章 可是如果他竟然也因为 黄豆的事情 被蒋介石撤职 解除了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 也是因为黄豆这件事 所以说他当初封存黄豆 对 然后他现在因为黄豆 被蒋介石封印起来 因为战后救济总署 他写了信给陈陈 告了陈明仁一传 说四平的大豆 被守军给抢劫 七十一军的军纪太差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 他用大豆 其实是为了去打仗的 对 这样他们没有试着解释 面对这样的指控 四平街火车站 那个时候堆存了大批的黄豆 据说有数十万吨 在战争中 难免会有一些 被军队拿来就地起菜 比如说 把他拿来做沙包 也有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战火的关系 被打中了 然后燃烧起来 国共都说 是对方放火烧大豆 甚至于还有一种传说是 杜产城 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杜产城 他把竹竿给着空 然后在里面灌了汽油 再把竹竿插到 防豆堆里面 点火引来 总之不管是哪一边放火 或者说大豆堆 中了炮弹 那个时候堆积在车站的大豆 的确是有损失 第一天进入到赤平街的记者 陈佳季 就是我们上一集也提了 他说他们看到火车舱附近的大豆 燃烧 吐着那种红黄色的火石 火焰不会太高 大概就是差不多两三尺 也就是一公尺上下 可是白烟弥漫 他们的吉普车距离很远 就已经感到热气逼人 所以说在作战的时候 黄豆的确有大量的损失 不管是哪来做什么 有那综合各方的说法 矛头最终是指向陈敏仁的部队 放火燃烧 应该是如此 陈敏仁的部队 那个时候放火烧 大豆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 而且我们前一集提到 廖军手烧锅 那个时候还用黄豆来打斗成冰 林彪部队纷纷跌倒 遭到设计 87师的师长熊新明 在他的回忆文里面有提到 发现黄豆可以这么样使用 是他的师里面的一名牌长 无意间发现的 所以推广到各个据点 所以熊新明 他也在他的文章里面 替陈敏仁的喊冤 说如果要说 船斗被糟蹋 也是他熊新明所为 本来就是他下令搬运 铺马路修工事用了一些 在打仗的时候 能保住性命就好 谁能够顾得上这些大豆 就算是国家的大豆 理所当然也要拿来用 这是熊新明的说法 但是听起来 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是没错 熊新明还说 本来城城多年来 就想要吃掉 七十一军这一支部队 始终没有成功 因此对陈敏仁是有点不爽 那这次刚好 来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就趁着 陈敏仁去南京述职 说明整个作战经过的时候 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 通知陈敏仁说你不用再回去接七十一军了 已经派刘安曲去接军长 结果才刚刚建立功勋的陈敏仁 很快的就被交出了兵权 调往中通府担任中将参军这个先差 你刚提到熊新明爆料 层层多年来想要吃掉陈敏仁的部队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当然一定会造成 两个人其实是有心里面 或是会不愉快的 那这是真的吗 还是说是他个人的一个议策 陈敏仁是在1947年7月1日走出地堡 9月1日交出了七十一军军长的职务 改任东北保安司令部 第二兵团中将司令 到了1948年的2月16日 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 这段过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因为你离开了七十一军的军长职务 接第二兵团中将司令 可是事实上 他背后其实是暗潮汹涌 接替陈敏仁做军长的刘安琪 他自己都说 他去接替的时候 还好祖散积德 陈敏仁的表现很好 把兵权交出来 要不然他就一命无夫了 有可能直接把他斩了 也不是就是发动兵变 至于这一段的心理变化 或他心里面的这种感受 陈敏仁的日记里面 其实是并没有特别的记载 可是他是一个聪明人 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陈敏仁的自传 多少也提到了一点点 认为说自己的被撤职 一方面是陈敏报复 另外一方面就是 陈敏在妒忌他的功劳 等于间接获得当事人的证实 他们并没有讲得很白这样 对 这个也涉及到多方面 所以我觉得用刘安琪的说法 可能会更加的功耘 因为他最有名的 就是在1949年5月的时候 执行青岛大撤退 后来来到台湾 刘安琪在中研院禁止所的 口述历史里面 他提到 他可以替陈敏仁盖观论定 说陈敏仁是一个能够打战 能够练兵 是一个标准的好军人 可是陈敏仁和东北人好处不好 东北人到处去告发他 加上他的军人作风 比较霸道一些 当时东北的战场 刘安琪说 都是用黄豆烤火 做饭也是用黄豆做燃料 甚至于为了准备打战 有一些兵 也抢了一些黄豆 作为存粮 东北人就用这些理由 来告陈敏仁 刘安琪还说 你刚得到青天白日勋章 马上就被撤死 血气军人 你如此对待他 他马上就会叛变 所以刘安琪的意思是说 打仗的时候 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因为在东北的部队 都是这样 不是只有陈敏仁这样做 不是只有他的71军 会去随意的强制使用黄豆 对 刘安琪是用都是 所以照他的说法 应该就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在1947年的7月1日的 中央日报 因为四平街解尾 他的标题是 四平孤城解尾 援军守军会师 还有多篇的配稿 还有色润 都一直在强调说 东北的重要性 还有四平对东北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既然这么的重要 为了要守住四平 打仗的时候 也难免会使用到黄豆 再加上说 这些黄豆 他所可以做出来的黄豆油 也就是大豆油 晚上还可以点亮 照明 能够看得清楚 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 这也是东北民主林彪部队 进攻不力的一个小因素 只是说任何人都没想到 陈明仁竟然是 成也大豆 败也大豆 陈明仁这么一位 可以跟林彪对抗的将领 就因为国民党 当时内部的角力就下马了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听下来 大家应该可以总结一下 就是国军在那个年代 是守优于攻 或者说重守不重攻 那你守不住了就杀头 攻不下来 没事 但很麻烦的就是 能守了几名那种很厉害的将军 打完又都落马 对 那国民党能够打赢 其实感觉是奇迹 71军的军长 陈明仁他在自传里面 也特别提到这一段 他说他在打完四平街之后 被撤职 国军部队大为惊骇 都认为说他的力功如此之大 却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以后谁还会再出力打仗 他还特别提到说 那个时候他所带过的一些 高级将领还写信给他 说以后不会在东北流一滴血了 你说信里面写 以后不会在东北流一滴血 这是陈明仁在自传里面提到 不过老谭也知道 自传通常会比较偏自己帮自己讲话 陈明仁的地位 当时的地位 真的像他那一段描述的那样 感觉上应该是有可能的 因为陈明仁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 什么都敢写 你看他的自传 他连念黄埔军校 被人设计去寻化问流 得了花流病 换说其他人 大概都会把这一段给跳过 比较不光彩一点 但是他敢把它写出来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猜得出他的为人 基本上就是有就是有 没有就没有 至于有人说 以后不会在东北流一滴血 这个我们虽然不知道 是哪一位将领说的 可是从林彪在1947年10月 他发动了秋季攻势 似乎可以印证 陈明仁所说的 并没有夸大 因为林彪的部队打得超级顺手 宣称无论是新的部队 还是老的部队 每一个战斗 从总攻开始到结束 都不超过两个小时 而且都是以1比10 或者说1比11的代价 来赢得胜利 他说打得最差的 也都是1比3 所以他们在三天之内 相互控制了八座城市 讲到这里 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孙力仁 对不对 其实也是在四平街战役 他那时候跟林彪打得难分难解 那是第二次 其实后来蒋介石在7月份 就把他调离东北了 然后干了没多久 前面提到陈明仁也离开71军 接下来整个东北局势 应该是比较不OK了 林彪是在1947年5月 发动夏季攻势 也就是第三次四平街会战 那个时候其实顺利的人就已经被冰冻 几乎没有任何的作为 那那个时候人在沈阳 四平街打完以后 国民政府把陈明仁给换掉 那很快的就是陈陈在9月来接替 熊市会推动所谓的新政 那个时候整个局势就像在东北跑 新闻的记者陈家记他所说的 东北新远改组了 人事变动 军心不安 不久之后连解为四平冲刺前进的锐气都没有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去解读吗 当时四平街第三次会战并没有成功的歼灭林彪部队的主力 不然怎么可能马上又出现了秋风扫落夜 林彪的部队那个时候其实是打得很好 在夏季公司的时候就是没有四平街没有把他打下来而已 林彪呢 在秋季公司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新部队老部队打得更顺手 那秋季公司结束之后呢 到了1947年的冬天 他又发动了冬季公司 占领了沈阳外围的一些重要据点 为了保卫省阳 那个时候第七十一军留下的第八十八师首四平 还有军部啊 八十七师等等就全部都移到新名 第九十一师就是住到新农殿 到了1948年3月 解放军打四平 也就是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第八十八师就整个被歼灭 军长刘安琪呢 之后他就被调到了山东青岛 七十一军由副军长向凤武来接军长 然后呢到了辽西会上 剩下的第七十一军 被列入廖耀乡的西津兵团 浩浩淡淡的从沈阳开出 去救援景州 还在陆上 西津兵团呢 知道说东径兵团被驻于塔山 景州陷落 廖耀乡那个时候就拒绝 让他的西津兵团回到沈阳 最后改向迎口前进 经过黑山的时候 命令第七十一军 还有青年军二零七师 第三里就负责主攻黑山 结果呢因为战争的关系 没有打下来 很快的整个廖耀乡的兵团 在短短两天就全军覆没 所以这几个故事 后来的发展 其实都可以证明说 陈明仁的去值 对当时的东北的影响 是真的蛮大的 这个还有更劲爆的 这个是陈明仁他自己说的 他说他被调为参军之后 日子过得十分的无聊 有一度他被派为西北卫绕团的团长 代表中央去西北卫绕 他说这些西北的部队 都是属于胡中南的指挥的 也是蒋介石的嫡系 他每到一个部队 就跟大家结合起来讲话 除了表达卫绕之意 主要还是在讲自己首视频的经过 还有个人的结果 结果他的演讲 与鼓舞士气的这种目的 全部刚好是相反的 因为很多将领明白之后 都非常的寒心 所以他讲说 胡中南的部队 这个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心理 思想起了一些转变 对于后来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 也是有一些原因 我觉得这是一定的 少数可以搬得上台面的战役 然后结果最终领军的将领 被斗掉了 这非常的影响士气 胡中南的部队在西北 他在1947年三月 攻入三北延安 在1948年的三月 遗川战役 流勘制裁 胡中南他的部队 才退出了三北 在1949年的时候 都从陕西汉中 就撤到了西南 严格说很多的部队 最后其实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 就犯下了武器 我们去看1949年 大西南的这段历史 可能都不会想到说 东北四平街之杖 他的影响 竟然可以影响到遥远的大兴 所以蒋介石撤换陈明仁 真的是一个不治之举 也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但我很好奇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 1948年那时候 三大战役 比较情况危急的时候 他有想到 再请陈明仁出来吗 陈明仁被封印之后 整个局势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变化很快 在三大战役要开打之前 特别是徐办会战役要打之前 那个时候刘志还有杜玉敏 其实都去过陈明仁他家 三次希望他能够出马 担任徐州方面的兵团司令 那个时候 胡中南也打电话给蒋介石 建议派陈明仁到西北 去担任兵团司令 不过这个时候 陈明仁通通都拒绝 后来他在1949年 跟湖南省省主席 陈浅就是联手倒戈 不过因为这不是这一节的主题 让我们以后再说 所以陈明仁的脾气 真的是非常的硬 不过 夫难罗者 对 而且如果你去了解 他的为人处事的态度 就像老谭会用他 自传里面的一些东西去佐证 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也不意外 对 其实如果你去翻 陈明仁日记 会发现到 他在看战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不少的感慨 像我们自己还是先去透一点 主要是在衡阳保卫战落幕之后 因为他是湖南人 所以他对湖南的沦陷 其实是特别有感 他在1944年11月23日 他的日记里面写说 昨天晚上看地图 湖南省75个县 已经有30个县沦陷 中国军队之无用 如私可见一般 还批评说 不能够任用能与闲 国家一定会灭亡 今日握有兵权的 多半是寡廉险持 唯利仕途 见到敌人就溃退 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 他说河南省 还有湖南省 这两个省 沦陷之术 可作为民政 陈明仁是湖南人 对 然后长德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 也都发生在湖南 那那两位 两场战役 受称受得很好的 于晨湾跟方仙爵 前面节目也提到 打完之后 其实下场也都 不是非常的好 我相信其实作为 湖南人的陈明仁 应该感触蛮深的 对 没错 他看到那个时候 军队的不行 其实在日记里面 也有写过类似的 他说今天的军人 哪一个能够像他 如此的廉洁 有正气 如果都是这样子的话 抗战必胜 建国必成 可是偏偏国家不能用我 奈何奈何 陈明仁他在日记里面 发的这些牢骚的时候 他大概都没有想到说 他之后会有机会去视频 然后还因此领到了 青天白日勋战 可是他根本不会想到说 他打出了他的人生巅峰 可是马上又下马 脑谈做了两集的陈明仁 还有视频街 当然大家如果对这段 很了解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他后来其实立场转变了 那时候毛泽东我对他说 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评价 他到底是怎么样 但前面既然提到说 林彪在退出视频 马上又回来攻击 这个视频街第三次 我们到底是谁胜谁负 严格说第三次视频街会上 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结尾 因为这个在刘安琪的 口述历史里面 他自己也承认 他在9月一日去接军展的时候 东北民主联军又来为视频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 那为什么林彪没有打下来 这个我们前面 当然也有提过一些 那除了就是陈明仁 他下定死守之外 还有督战队 另外就是民主联军 那个时候对火炮的掌握 还不到位 比如说像没有把他 集中打在一个点 那另外还就是 林彪的一点两面的 这些战术的打法 有些并没有那么的灵活 其实那个时候 如果他再多两三个点 来做重点攻击 就有可能打下来 关于这一段 后来守禅村 可是最后放弃抵抗的郑洞国 他在回忆录里面也有提到 如果当时林彪在5月19日 也就是让陈明仁 惊骇一场的怀德之意结束之后 马上就开始打视频 就有机会 可是林彪是先打东风西风 这些视频周遭的这些城市 所以让陈明仁多了一个月 可以准备时间 整个局势就因此而改变 那当然郑洞国的这段话 这个是事后的分析 我们回到战役当时 为什么林彪退兵之后 他退兵之后 马上又可以重来发动攻击 主要还是在于 那个时候中共他占领了面 国军不管是在东北 或后来的华北 其实也就是只有控制了点 还有线 点就是城市 线就是铁路 所以随着国共双方的 这种战争的推进 国军他的兵力越打越少 到最后在东北 他就只有控制了沈阳长春 四平还有景州等等 像四平的结尾 虽然说国民政府对外宣扬 那个时候重挫了林彪的主力 事实上呢 整个说林彪没有打下四平 可是林彪在1947年的五月公事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夏季公事 基本上是成功的 我们也提到就是陈明仁在五月 率71军区救援怀德 损失了12000人 勉强脱身 如果把陈明仁跟林彪 从五月到六月30日的教授 我们整个综合起来看 就会发现到说 就算东北民主联军的死战数字 有一些短暴 其实双方的总体损失差不多的 可是国军为了要救援制平 当时整个局势其实是逆转的 因为把辽南的守军全部都背掉 抽调的时候 整个安东这些城市立刻就陷落 所以那个时候的记者陈嘉继 他说造成了辽南失地千里 加上东北巡远 马上就后来就再打完以后改组 整个局势就溃烂了 所以其实也间接的印证 林彪在1947年 夏季公事其实是有掌握 对这段历史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还可以看得更清楚 因为在第三次四平街 会战结束之后 林彪马上就在9月发动秋季公事 12月又冬季公事 秋季公事我们前面提到 在10月的时候 短短几天就打下了8座城市 事实上呢 他到最后扩大了所谓的解换区 大概有3.8万平方公里 迫使整个国军就只剩下在锦州 沈阳四平残存基点 这个少数的二三四座城市 秋季公事才结束一个月 到了1947年12月底 紧接着就是冬季公事 那个时候林彪他先后占领了张武 辽阳 安山 营口 法库 开园这些中小型的城市 所以林彪在2月27日 又开始下令攻打四平街 仍然是有一众的司令员 李天佑来指挥 至于李天佑呢 在第三次四平街战役之后呢 他找人编写了 四平攻坚战总结 这本小教材 然后就分发到各个部队 因为里面有一些找出 为什么打得不顺手的一些原因 那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呢 这一次那个时候已经改名 叫做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林彪部队 相对的就比较省慎 从3月4日开始展开外围的战斗 到了3月12日发起总攻 是3日上午整个就结束了 第四次的总攻这么快 一天就结束 除了解放军极起教训之外呢 国军守四平的兵力 其实也大不如前 像陈明仁反守的时候 除了七十一军 还有代理师长宋班伟的五十四师 这支部队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打得很好 可是到了林彪的冬季公使 七十一军我们前面提到 就是他只有留下一个师 也就是八十八师 由师长彭厄来负责守四平 其他的都被筹调去拱卫省阳 到了1947年9月 接替陈明仁为七十一军军长的刘安琪 他大概也知道整个情况很不妙 据说在临行之前 还召集了留守四平的一些重要的军官 跟大家说 现在的四平街是一个没有盖上盖的棺材 在治理的部队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否则可能就会被共军给吃掉 那负责守四平的八十八师的市长彭厄 他难道一点抵抗都没有吗 虽然是由不同的人领军 但第三次打得那么漂亮 第四次却好像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其实守城还是要有足够的人力 你没有足够的人力 就算有碉堡 其实也是没有用 彭厄他那个时候也的确是 有做了一番抵抗 可是因为人山太少了 所以他后来也发了球员电报 可是银标的冬季公事呢 已经打到沈阳附近的辽阳 安山阴口 那个时候阶梯层层的卫地方 根本就已经无兵可派 有也不敢来 因为怕一出冬就会被吃掉 所以彭厄在12日带着一千多人向北突围 最后来到台湾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是廖军他晚年的时候 比较有晚来的一些朋友 大家都知道 银标一生中他吃过两次大败仗 都发生在四平 分别是四平街第一次 还有第三次战役 等到第四次结束 整个东北的局势就完全底定 所以也有人把第四次的四平街战役 看成是辽西会战 也就是辽省战役的序幕战 因为整整六个月之后 辽省战役就正式的开打 剩下的七十一军 列入了那个时候国军降临 廖耀乡的西近兵团 负责主攻黑山 最后整个护墨 对于国共的交锋 如果你真的有了解或者不了解 不过你时时可以看一下 或听一下谈兵读 你可以了解整个战局的走势 有很多关键因素 尤其我们套一句大陆的用语 除了硬实力之外 其实更多的是其他的因素 内耗是伤害最大的 不管是任何时候 不管在哪个年代